故而 想要阻挡原始鬼焰的办法 只有两个 其一便是拥有远超原始鬼焰的灵力修为 作为抵消烟灭之力的基础 其二便是强横的灵魂力量 原始鬼焰的强横在于对于灵力的腐蚀 但是对于肉体以及灵魂之力 却只拥有火焰的毁灭性 若是宿主的灵魂之力 强大到足以抵挡空气之中细小的原始鬼焰的话 那么所要应对的 也只是原始鬼焰那作为火焰本身的恐怖毁灭力 而原始鬼焰作为圣炎榜排名第四的火焰 即使没有烟灭之力 也不是寻常的火焰甚至圣炎所能抵挡的 在众多的炼药师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自己正在炼制的丹药药材精华 已然被原始鬼焰子火消磨得差不多了 甚至于一些人 已然开始出现灵力枯竭的状况 按理来说 只要是达到了至尊境的修为 可以依靠着吸取天地灵力为己用 只要这一方天地灵力没有枯竭的话 那么至尊境强者 便不会受到灵力枯竭的影响 可是看台上的众多强者 见到一个个面色蜡黄的炼药师 皆是明白 这些炼药师应该处于一种灵力枯竭的状态 原始鬼焰这个家伙 摩合古族的长老木生说道 可就当摩合古族的长老刚 想要对那原始鬼焰的子火出手之际 便是见到自己 竟然身处于一方空间结界之中 身为天至尊的强者的直觉 让其转身看向朝华天人 很显然 这道空间屏障来自于朝华天人 朝华天人 原始鬼焰这般的作为 已经干扰到了在场大多数炼药师 难道就这样放任他不管 朝华天人也是无奈摇摇头 太灵古族的炼丹大会 只要没有直接出手 向其他的参赛炼药师攻击的话 是不允许被打断的 而且 这只是原始鬼焰在施展自己的半生灵觉 刚才硝烟在施展的时候 我们没有阻止 现在便也不能阻止 即使对硝烟生物痛绝的魔科古族 刚才在见到硝烟施斩妥舍地炎的 半生灵觉炎帝神指的时候 都只是为其强横的控火能力而惊叹 硝烟控制的 也只是看台上 以及太灵介域之中的火焰而已 但是原始鬼焰所影响的 乃是正在炼制丹药的炼药师 荒谷族的反应倒是没那么巨大 只是轻声笑道 这原始鬼焰的心还真的神 在场参赛 有着上万大千世界出色的炼药师 除了圣丹大陆举办的炼药盛典之外 或许也就这个炼药大会的规格最高了 原始鬼焰这下 可算是将在场上万名出色的炼药师 给得罪了一个遍 无论是在当初的斗气大陆 还是在如今的大千世界 最不能得罪的职业 还是炼药师 或许炼药师本身的修为 以及战斗力 会比同阶段的强者弱了不少 但是他们出色的炼药术 却是可以为他们招揽而来十倍 甚至百倍的帮手 这种马蜂窝式的存在 除非是自身等级高出他太多 足以一击必杀 否则在大千世界 基本没人愿意招惹 以原始鬼焰的能力 想要获得前三 并不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他这么做的原因 肯定就是为了剑制第一 但是第一究竟有什么好处 太陵古族的炼丹大会 规格在大千世界最高 若是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不仅可以成为太陵古族的名誉长老 而且还可以拥有一次 古徒炼体的机会 但是这一次的大会 比其往常还要多一项奖励 那就是 大会的前三名 则是有着去往火灵族炼花万灵年的机会 而炼花万灵年的顺序 则是按照前三名的排名 这家伙 难道是对炼花万灵炼感兴趣 万灵炼拥有控制生命力的能力 拥有了万灵炼 除非是肉体 以及灵魂 同时被轰成虚物 否则根本不会死去 消炼的地炼之中 也有着属于不死属性的三千燕炼火 但是其对于生命力 更多的则是修复 而万灵火 则是控制生命力 就算全身的经脉 骨骼都碎裂 身体也会保持 一股强盛的生命力 这种能力 不只是针对于人 或者其他拥有灵质的存在 针对于未免大陆 也是一样的 那些即将破败的大陆 在得到了万灵炼的气息侵染之后 其生命将会提升到一个极强的层次 除了消炼和圣炼榜排名第十的万灵炼 朝华天人 实在是想不出 他的目的 究竟是哪一个 或者 两个都是他的目的 消炼一早就凭借自身强痛的灵魂力量 感知到了空气之中 所蕴含着的那股 属于原始鬼焰的气息 这些原始鬼焰子火 甚至想要钻入到消炼的身体之中 去侵蚀消炼的灵力 只可惜 此刻的消炼 已然融合了三种圣炼 而且 消炼乃是天至尊肉体 达到了天至尊肉体的消炼 无论是肉身灵魂和圣炼 都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结合 即使原始鬼焰的本体 都未必可以凭借火焰品质 压制如今消炼的地焰 更何况 这些子火的力量 这些子火 在进入到消炼的身体之中后 反而被消炼的地焰 完全吸收炼化 成为了最为精纯的火焰能量 这小子 还真的是有些本事 难怪需要本座亲自出手 就是不知道 三十六道绝世神通之一的 妥舍轮回 是否可以融合 除了圣炼之外的其他灵力 主上 还请下一步指示 在融合那些药材精华之时 便是见到原始鬼焰子火 喃喃自语道 原始鬼焰 像是得到了什么命令似的 微微点点头 轻声收到遵命 旋即便是见到 原本还算收敛的气息 竟然开始节节攀升起来 顿时蔓延了整个炼丹广场 就连消炼 都是不由为之惊叹 这家伙终究是 使用本体的力量了吗 有着天至尊层次的修为加持 恐怕对于丹药的品质提升 也会是一个不小的助理 在施展了炎帝神指后的消炼 依靠着万炎顶提炼药材的速度 可不是一般的火焰可以比拟它 便是见到那几千份药材 仅仅只过了三个时辰左右的时间 就已经提炼完全了 接下来才是炼制丹药 而另一个叫做巨灵 龙灵显而易见 就是将所有的丹药精华 进行替纯柔和 进而形成一枚丹药 巨灵则是赋予这一枚丹药 属于灵性 高等级一些的繁接丹药 也就是消炎在斗气大陆上的 七品丹药以上 则是拥有着灵性 而九品丹药以上 则是拥有着灵质 到了圣阶 神阶以及至于尊阶境界的 丹药灵质 已然超脱凡人 若是炼制出来 其实力甚至可以媲美于至尊境 而至尊 甚至于天至尊的强者 原始鬼焰依靠着修为的提升 所炼制的丹药 至少是在五重神丹的境界 消炎若是想要赢这家伙的话 那么必须要炼制出 五重神丹巅峰层次的阴阳至尊丹 甚至于尊阶境界的丹药 但是尊阶境界的丹药 一般只有虚境层次的灵魂 才可以办得到 以消炎如今的实力 根本就不可能办到这一点 原神附体 原始鬼焰这个家伙 炼制的丹药 起码是五重神丹的丹药 灵星长老原本微眯的眼睛 突然睁大说道 所谓原神附体 并非是炼制丹药的特殊手法 而是一种属于上位的 至尊修炼制大圆满的一个特殊的过程 唯有灵力 灵魂 以及对天地灵力的感悟修炼到极限 才可称之为圆满 其中 灵魂修炼到圆满的境界 则是被称作原神附体 若是炼制丹药之中 若是出现原神附体的情况下 那么所要炼制的丹药 必然要是五重神丹才可以办不到 因为五重神丹若是炼制成功 丹药本身的实力 甚至便可达到的至尊的境界 而且 丹药的本身 也可以继续修炼 而修炼的顶端 便使得至尊大圆满的层次 看样子 这个家伙 真的就是冲着万灵炎去的 硝烟和看台之上的朝华天人 见到原始鬼焰 这架势一口同声 轻声难难道 已经算是将自己的目的 摆在了硝烟和朝华天人的面前 万灵炎收服难度 若是如此这般容易的话 那么 火灵族也不会这么多年 都没有人将其炼化收服了 如果放在别人的身上 或许还没法让人如此的担心 毕竟连火灵族 都是没有足够的把握收服 那可是大千世界 最擅长火焰的上古种族之一 可是放在原始鬼焰的身上 却是不同 原始鬼焰 本身可就是圣年榜上面 排名第四的圣年 大千世界现如今 比它强大的火焰 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过 至少到现在为止 原始鬼焰 是硝烟见到过的最强的火焰 圣岩榜第三名的虚空还宇言 圣岩榜第二名的前天龙黄焰 虽然都存在于大千世界 但是 即使是在场资力极深的 天智尊强者 都未曾亲眼见识过 可见此等火焰的珍惜 而圣岩榜第一 硝烟则是从不朽大地 留存在世间的一缕灵时 知道它的名字 乃是大千化魔焰 仅仅局限于知道名字而已 但是能在圣岩榜 排名第一的存在 其威能必然已经是 远超圣岩榜其他的火焰 放任这种级别的圣岩 去收服万灵岩 其成功率 必然比起一般人去收服 要高得多 眼下原始鬼焰 再次出现在世人的眼中 而且是敌世友还分不清 若是让其抢到先机的话 那么硝烟获得万灵岩的几率 或许会降低无数倍 圣岩可不是这么好找的 即使找得到 很有可能还会像 魔河古族 以及荒古族的这种圣岩 已然被附带上了 无数的灵魂印记 这种圣岩 且不说硝烟得到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必然是魔河古族 和荒古族 这种太古神族的举足报复 就算硝烟得到了 想要炼化 也是一件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万灵岩在圣岩榜排名第十 乃是硝烟 踏足天至尊境界的捷径 若是成功获得万灵岩的话 硝烟几乎有着八成以上的把握 凭借焚绝炼化万灵岩 从而帮助自己 突破到了天至尊境界 若是依靠自己正常修炼的话 或许就算是几十年的时间 也未必可以 从上位的至尊的境界 达到天至尊的境界 无尽火域 如今乃是处于 大千世界内元界的边缘 随时都有可能 直接面对域外协足 若是硝烟没有足够的实力 去保护无尽火域的话 那么 未来迎接无尽火域的 必然是会是灭亡 小子 莫要以为融合了两道圣岩 便是本座的对手了 原始鬼燕子火轻声孝道 加上空尽渊炎融合后的地焰 也未必可以 占到任何的先进 在原始鬼燕的众生泯灭之下 就算是魔河南等人 也只是可以 凭借着圣岩的力量 防御住自己所在的那一片空间 而此刻炼药石台之上 将近有着八成以上的炼药师 都是因为灵力的枯竭 而不得不选择放弃 魔河南 慌然以及天火三腰的速度 也是因为原始鬼燕的缘故 而减慢了不少 场上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 或许就只有硝烟一个人 碳台上的强者之中 就算是火灵族 此时也算是看清楚了 原始鬼燕的目标 应该就是万灵年 所以说除了这次 给予太灵古族的三个名额之外 火灵族自己本身 也是有着不少炼化的机会 以及名额 但是很显然 他们也没有绝对的信心 可以办得到这一点 若是有这般的机会的话 也不至于将名额外 发给其他的种方 圣岩对于火灵族来说 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存在之一 所以 在场的众人之中 即使是火灵族的强者 都希望这些大赛赢的人 宁可是硝炎 也不要是原始鬼燕之火 只见此刻的炼药石台之上 硝炎的青蓝地焰 和原始鬼燕的灰蓝火焰 交融在一起 两股火焰 似乎像是两道风暴一般 朝着四周开始席卷 就算是天火三腰 国河南 以及荒然的圣岩 在此刻 都是无法插手其中了 不过硝炎的实力 毕竟还没有达到天至尊的境界 故而 在灵力波动的影响之中 还是被原始鬼燕压制 可好在硝炎有着天至尊肉身 原始鬼燕的气息压制 对于硝炎而言的影响 并不是很大 小子 莫要以为 有着一些机缘造化 便可以和本座对抗 在原始鬼燕自火的操控之下 周遭无尽的天地灵力 快速涌入到 那已燃出剑雏形的丹丸之中 其中蕴含的天地灵力 可谓是一种极其恐怖的存在 就算是以硝炎的灵魂力量 都是被屏蔽在了丹丸之外 这家伙 恐怕是想炼制五重神弹 难道这个家伙 对于炼花万灵炎的把握这么大吗 硝炎想着 就算是原始鬼燕得到了万灵炎的话 没有自己的驼射轮回的话 他也是没有办法 将其和自身融合的 而且 万灵炎对于圣年榜第四而言 提升的程度并不是很大 这一点从硝炎自身的驼射地炎 便可以看得出来 硝炎即使融合了神灵圣火 和空境元炎两道圣炎 其地位也只是侃侃比得上 圣年榜排名第四的原始鬼炎 而圣年榜排名第三的虚空还语炎 据说存在于大千世界的岁月长河之中 拥有它便拥有了无上的修为 原始鬼燕想要依靠着万灵炎 去挑战排名第三的虚空还语炎 显然也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 可就在这个时候 硝炎像是想到了什么事的 空境元炎 当初死灵族 似乎就是想打空境元炎的主意 最后却是被自己得到了空境元炎的本源 而被死灵族 夺走了空境元炎的本体 硝炎依靠着在剑狱的不朽神池之中 不朽大地留下的一道不朽本源 才将空境元炎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但是现在原本的那一道空境元炎的本体 应该是在死灵族之中 那就意味着 死灵族现在也是在四处寻找着圣面 难道原始鬼燕和死灵族有着一些关系 当初自己在剑狱的时候 青山剑圣前辈告诉了自己 死灵族的族长实力十分的诡异 其实力也约莫是在先品的境界 虽然其修炼的死灵器 和大千世界的灵力十分相近 但是青山剑圣却是十分肯定一点 那就是这死灵族之中 很有可能被什么物质 隐藏了其中的域外邪气 域外邪气乃是域外邪族才会有的东西 其能量层次 甚至在大千世界的灵力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 域外邪族的强者 在同等级之中 很难找到对手的原因 即使天魔帝的层次 媲美于大千世界的圣品天至尊 但是当两者真的碰到了一起的话 大千世界的强者 也是很难击杀域外邪族的强者 反灵力帮助死灵族掩盖了域外邪气的话 也未尝不可以 无论是灵魂之力还是灵力 皆是无法探测的到反灵力的存在 即使施展灵力进行通体检查 进入身体之中的灵力 也会被反灵力瞬间抵消 若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么事情可就真的麻烦了 毕竟域外邪族已经沉寂了那么多年 这血灵族 死灵族 甚至原始鬼焰 都是一起出来了 便是风雨欲来的寂静 旋即下一刻便是见到硝烟大手一挥 雄魂帝炎迅速凝聚成一阵风暴龙卷 同样将周围无尽的灵力 扯入到蜿蜒顶之中 只见周围那些实力不济的炼药师 以及看台上的部分强者 都是无法承受原始鬼焰 和帝炎两种火焰 对于天地灵力的能量丝扯 圣炎榜的第四和第五干起来了 这还是老夫有生以来第一次碰见的 荒谷族的强者轻声笑着说道 虽说在场的大多数强者 见到这番场景 更多的 都是对于能见到这种场景的震撼 但是也有不少强者 抱着一种紧张的心情 朝华天人深深吸了口气 若非是硝烟此刻的修为不足 已融合了两种圣炎的驼射地炎 哪里轮得到原始鬼焰这般嚣张